幸福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状态 老板给你涨了薪水,你会很高兴 追了几年的女神终于约你了,你会激动的起飞 你打麻将把把壶,也会感觉很爽 最安处发点不同,但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们对这些发自内心的渴望也是一样的 渴望并不会平宫产生,说来就来,不然就太没追求了 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些事物产生渴望 要归功于一系列神经物质,比如多巴胺、血清素 多巴胺会让人充满激情和积极性 它是激发我们做某件事的动力和源泉 血清素会让人感觉平静安宁 是一种带给人治愈感的重要物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奇的多巴胺 是如何让我们产生渴望,甚至沉迷上瘾的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 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欲望感觉有关 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 如果多巴胺源源不断的分泌 人们就会持续产生幸福感 那种感觉就像 但是多巴胺可没这么好说话 他只有在某些触发条件下才会分泌 通俗点讲就是你要打赏他 他才会为你服务 因此多巴胺被誉为分子界的金卡戴山 就是那个令众多NBA球员魂牵梦嚷的人 像开头提到的掌心女神开胡 都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诱因 我们才感觉到兴奋和开心 我们还用卡戴山来模拟多巴胺的作用机制 你给卡戴山打赏 他对你笑了 你心怀怒放 你不打赏了 他都不看你一眼 你开始失落消沉 就像在打赏他 博大一笑 在当他第二次笑的时候 你发现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诱人了 这时你已经不满足于看他笑 开始想办法约他吃饭 之前送跑车 现在送火箭 如此一来越陷越深 从原来的渴望变成上瘾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三种变化 敏化反应 脱敏反应 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 大脑神经受到某种刺激 兴奋之后 就会想要重复这种感觉 会一定能产生此感觉的相关信息更加敏感 你会觉得卡带山比其他美女更有魅力 这叫敏化反应 当人们重复让自己兴奋的行为时 被刺激的大脑区域就会产生耐受性 产生的多巴胺和多巴胺受体会减少 所以你感觉卡带山第二次笑 没有第一次那么诱人了 就是脱敏反应 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 是导致人们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减弱 让人控制不住自己 从原来的渴望变成了上瘾 正常情况下 多巴胺分泌不动不大 虽然脑子会小 人们还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但如果牵扯上一些不好的东西 大家应该都懂吧 这里用HDD代替 多巴胺就会变得暴躁起来 人们也很难控制自己了 德国一项研究表明 经常看羞涩网站的人 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 就会变得更小更不活跃 说白了就是会让大脑萎缩变得麻木 这是因为浏览羞涩内容是 大脑会受刺激 加速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的持续堆积会让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 久而久之大脑伐质变高 一般的内容已经满足不了了 只有更劲爆的料 才能让多巴胺继续分泌 引起兴奋的感觉 所以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 就是让你越陷越深 对其他事不感兴趣 一边自责一边放纵 再来看第一个地 踏入地场那一刻 谁都别想全身而退了 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平台 甚至会有人通过起格等方式 加你好友带你玩 哪有那么好的事 萍水相逢 这还没相逢呢 就带你发财了 它是菩萨吗 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来钓鱼 刚开始浇低的转入门槛 让你尝点甜头 当迎前后 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这时候你会盲目自信 赚500你会想赚5000就撤 赚5000你会想赚500再撤 等你把钱全都投进去的时候 就变成那绿油油的韭菜了 最后一个地 也是危害最大的 前两者都有一个循序见记的过程 这个是直接带人飞上天 而且在他的刺激下 多巴胺的分泌量 可能是前两个的数十倍 也就是人们会感觉 十倍以上的快感 一旦尝试之后 人们就再也不会 对其他事情感兴趣了 就像让你吃了一次满汉全息 再让你去吃馒头白粥 肯定难以下咽 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 也是难以想象的 人们会想方设法 再次吃满汉全息 要么在吃 要么在吃的路上 行尸走肉一般 说到这儿 好像多巴胺独自承受了这一切 其实读懂多巴胺的工作原理 我们就可以正向引导 带来积极性和幸福感 除了讲少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挑战和希望 也是多巴胺的信徒好 我们上学的时候 面对难题都喜欢 花很长时间尊敬到底 当我们解除答案的时候 会感觉兴奋无比 这是挑战刺激多巴胺的结果 再比如创业 虽然每天忙到爆累到死 但想到公司将来 会步入正轨 身体就充满能量 因为希望 也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 而多巴胺最讨厌什么呢 是按不就班一成不变 每天工作生活 机械重复 多巴胺就会罢工 整个人也会低迷消沉 既然多巴胺喜欢希望 挑战奖赏 那我们就投其所好 让他乖乖听话 一制定目标 让大脑有地放尸 那些没有目标的人 往往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持续的漫无目的 会让多巴胺消极代工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 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不然人就废了 但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来看 完全不起作用 因为大脑的思想 必须有一个焦点 只能决定想什么 决定不了不想什么 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白象效应 你不断告诉自己 不去想白象 但白象始终不断地 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而如果你看时想白马了 你就会很快往对白象 这个白马 就是我们给自己 制定的目标 目标不必长眼宏大 可以是当下可执行 可完成的小目标 比如今天要记实个单词 这周要看完一本书之类的 在完成这些小目标后 多巴胺就会出来工作了 你会感到快乐和满足 也会想要继续实现一些目标 而这个状态就是那些积极自律的人的状态 二 不断挑战 培养游戏心态 我们都知道 学习工作不会上瘾 但玩游戏特别容易上瘾 其实就是很好地利用了多巴胺 游戏不断增加充关难度 越到后面的装备和奖励也更好 我们也会不断地充关升级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成长就好比打怪升级 如果我们把这种思维转移到工作生活当中 那原本枯燥的内容 就会变得新兴好玩 原定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 你可以挑战在40分钟内完成 计划每天跑5公里 你可以挑战6公里 挑战成功的畅快感 跟赢了游戏是一样的 前期可以是一些小的挑战 然后不断增加难度慢慢升级 从青铜到黄金 从钻石到王者 当这成为一种习惯 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充满能量 三 发现奖赏 充实生活中的小确幸 有了目标 习惯了挑战 还要持续下去 而这就需要我们适当打赏多巴胺 这个打赏可不是真的花钱买买买 奖赏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无形的 发现奖赏的目的是 让你重视一些小的反馈 让你充实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小确幸 比如看书你可以分享给朋友 朋友的称赞就是奖赏 比如锻炼身体 看到自己的身材一点点变好 就是奖赏 比如学理财 看到收益逐渐增加就是奖赏 再比如我做视频 小伙伴给我三脸就是奖赏 你可能会说 这也算奖赏吗 当然算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老师的一句夸赞 而自豪 因为小伙伴给的一颗糖而开心 但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些小的奖赏 无法刺激的多巴胺 也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条件一般 也可以很幸福 而有些人家境殷实 还天天欲欲寡欢 多巴胺需要希望挑战和奖赏 但它终归是一种化学物质 分不清我们给的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 这需要我们去分辨 积极引导合理调控 它向左或向右都得由我们左右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耐心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 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星河将不慎感激 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 一个人可以走多远 关键在于与谁同行 愿成长之路 有你我相伴 这里是星河百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